太棒了 动态评测就看新的频道 大家好 我是谢兴哲 各位冠军 来试一下这台 非常抑郁风情的名字 当然也是非常气势为红的一台黄金马车 这是法拉利最新的Valenta 双座双门前中置V12NA引擎的大GT 我以前以为这样的车型不会再更新了 但是最新款又来了 它如何能够超越前座 法拉利首先说这台车 他们希望赋予这部12缸的车型 两个soul两个灵魂 第一个灵魂就是在于法拉利 标准的那种激情四射的性能的表现 另外一种就是优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现在是在这个小镇里面 我把这个Bumpy Road Mode一打开 其实在我10年前的那个458上 这个避震器一放软 它就是对于这种震动的吸收 其实非常棒的 然后这个时候排气也不吵不闹 我会感觉到身后有非常轻的排气的声音 但是感觉虽然分贝小 质感很好 你来的所有的这台车的任何的反馈 方向也好 避震器也好 转向的感觉也好 换挡加速引擎那点声音 任何的细节你都知道这台很厉害的说 推挡非常的顺 我现在舒适模式下 8 7 6 5 4 你看我身上是没有任何的闯 都没有没有这种东西在的 然后它是在2500转的时候 就可以去输出80%的最大扭矩 这也就意味着它日常 其实你不用用很高转 车也可以推得非常的从容 非常的轻松 这也是优雅的很重要的一种表现方式 很从容 无需努力 已经可以达到别人无法企及的境界 来了 有点小山路 哇 这车尾就已经不来了 我现在还是开在这个comfort mode 所以你想今天路面是有多么的湿滑 非常的从容 这个扭矩 就是太线性了 就这一次法拉利是给了 不同的扭矩输出的一个策略 在三档四档 它可以让你更加引人入胜的 这样的一个动力输出的状态 去体验这台车 所以你在比如三档 四档 五档六档 它其实同样转速下 同样油门开度的转速下 它的最大扭矩是不同的 因为它有6.5升的这样的一个排量 678牛米的一个扭矩 830匹的一个马力 所以就是它有无限多的动力 你可以去尽情的挥霍 所以它才可以做出不同的动力策略 我限制你一点 依然远远超过你的动力需求 好 把它放到Race模式下 我相信这个马上就是另外一个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ESB在弹窗了 哇 马上就来 反手就来 但它依然是非常好控制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就来自于两个点 第一点这是一个NA的大V12 OK差点说V8了 因为V12真的感觉在这个年代 好像几乎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个NA的机器 所以它可以带来非常线性的输出 线性的输出是什么 就是它的动力在高位 你越高转越大力 而不是在于你低转的时候 就来了非常大的力量 就是你整个扭矩是 在你不需要那么多的时候 就来了很多 就会让你整个车开起来会很冲 这样的一个很冲的状态 是你经常在混动的车型 在V8的车型上 你会拿到的 但在V12车型上 没有这样的感受 来了 再一点你觉得好控制 还有一点是在于 它的电控 其实做的是非常细的 就尤其你在直线加速的时候 你就尽情的全油门 即便在Race的模式下 它也只是弹一弹轮胎 挠一挠轮胎 然后就把整个动态给抓住了 而如果你带着方向 其实刚才可以看到 就来了 火星 当它开始旋转的时候 整个速度其实已经带得非常高了 而这个旋转也太中性了 我的天哪 都不是说推头出去 这整台车很中性的这样的一个旋转 这绝对是和它的底盘的调调 和它轴距和轮距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和它的后轮的转向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它是左右可以单独开角度 刹车的时候可以啪收紧 让你稳定下来 而当你动力一输出 而且是带着方向的时候 OK 电脑就判断 兄弟 你是不是要来 你是不是要来 走你 马上就转起来 非常的带劲 我的天哪 太顺了 这我才用了多少转 我才用到6000多 我后面还有3500 我的个天哪 你知道我在山路上 我真的是感觉到那两个soul 我既不断地感觉到 这台引擎的磅礴的感觉 操控激烈的感觉 同时我又感觉到了一种流畅的状态 非常的顺 就是我稍微推进一点这个节奏 心率就上来了 我稍微往回收一点 就整台车的那种贴地飞行的感觉 滑翔的感觉 太棒了 它有两段变声 3000以下我们就不提了 这个引擎还没有开始工作 6500有一段 听到没有 6500有一段 7000都还有一段 到8500之后就是嘶吼的声音 Holy Such Music 天哪 你随时可以感觉到变速箱引擎悬架轮胎的博弈 谁赢是取决于你的方向 取决于你的刹车 取决于你的油门 取决于你 因为你是那个王 你是那个驾驭王的人 你让谁赢都取决于你 这真的是妥妥的超级甜蜜的驾驶机器 干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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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还是基于了如此漂亮的设计 和如此豪华的内装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我的天哪 除了日常的舒适驾驶这种从容 就是你在这一台车里面看出去的一切 不管是隆起的 这个引擎盖都不是一子板了 因为它的引擎盖 现在是和一子板做了一个整体 所以整个造型非常的简洁 非常的优雅 看起来也是那种 所有的零件都是很大支 那种很有力量感的状态 而且这台车 你从外观上就明显看出来 它并不是那种追求极致张扬性能的 那样的一个表达 而是更有那种复古的感觉 熟悉法力的人都知道 OK这台车一看就是有去致敬 之前的365GTP4的造型的设计 然后同时拿它去融合了 类似于像科幻电影里那种宇宙飞船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既有复古的元素 也有对未来的畅想 所以这台车看起来 和任何超跑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法力现在说自己性能豪华 设计 设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这看出去就是一台超级豪华的 意大利的 只有越马才可以给到你的 这样的一种感受 然后车内的整体的布局 也是采用了双座舱的一个处理 非常对称 主架一个座舱 副架一个座舱 两块屏幕加上中间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娱乐瓶 包括Coplay的功能都在这里 可以进行实现 而且这一次座椅是采用了之前的Pure 3 轨上的非常舒服的座椅 我已经在车上坐了一个多小时 非常的舒适 而且我可以开着座椅的按摩 开着座椅的加热和大家去聊 所以你想想现在法力的集体是有多么的舒适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且即便如此 这台车的重量其实也是控制比较好的 在最轻的这样的一个配置下 车辆是干重量1.56吨 我觉得对于有12缸的引擎 还带有后轮主动转向的这样的车型来想 这个重量已经是非常给力了 来了 我们现在是在GOOT E的这个测试厂 前面有一台也是到这区去令的里 然后是教练开的这个PACE CAR 我先用RACE 一会我们就ESC ALK 前面那个尾翼 教练带的是够快的 可以车位的旋转 非常的好 它的后轮的随动转向 因为他们比我要更了解这个赛道 所以他们会带的更快一些 我在RACE模式下的时候 即便油门下去 ESC还是有很多的一个协助 好 真的快 但一会我会开自己的节奏 看能不能做一些飘移 什么跟大家来笑一下 这ESC非常的厉害 我刚才已经全油门了 它管得非常的稳妥 这个旋转 WHOHOHO Really good 哇出完那手 WHOHOHO It's a f*** alive 太棒了 然后我可以感觉到ABS EVO 我在循迹刹车进去的时候 这个车尾一脸是活的 它不会说是把你的轮胎两个都抓死 它会让你一边 一边制动一边 可以有非常好的转向 好 现在我给全关啊 一会儿来玩一下 哇 前轮抓地非常的好 后轮其实也挺结实的啊 除非你旋径刹车进去 把后卫冰起来 不然这台车其实很稳的 哇 你看啊 一旋径刹车就来 哇 能在上辆温度 现在感觉抓地了很多啊 哇 我刚才全油门一下也非常的抓地 哇 我给感觉到车位来了 哇 推这台车往前面走啊 这个转向 哇 来 我们来爽一下 二挡啊 哇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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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太棒了 因为我现在时间有限啊 所以我只能是去猜一下它的滑起来什么感觉 因为这台车的轴距其实比较短啊 2米7的轴距它有2米1宽的轮距 所以它走起来的时候其实旋转是很快的 你要能够去抓住它其实需要一点技巧 它真的动起来就会很快 哇 这个引擎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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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去全油门它 哇 我只是捂着油门 我现在跑多少 250 哇 非常棒 非常棒 哇 今天这个可惜是个雨滴啊 如果是干地的话 这台车绝对是太棒了 哎 根本没开够 再多哪怕一圈都好 599 F12 812 和12缸 有幸 在短暂的车评生涯中 激进试驾了4代 横跨20年的Ballaneta 买的车型都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 与性格态度 美灯 我以为这一代GT就是极限 下一款横空出世的法家V12 依然会让人瞠目结舌 拍手将军 12缸的自然系细引擎 注定会离车面远去 但这只属于V12的王者姿态 气吹红的声浪与动力 永远会是法力最佳的 好灵魂般 1915 September 中文的1919 在美札駛的车目采 中文的外出 英典兔 因为她坐牌 那是一台 12缸 准备了 十字架 二十字架 aún Tul浃发 15年 中文字幕